中国福建渔船上个月在金门外海翻覆 两人残死 案件还没正式结案之际 海峡又发生夺命翻船事故 福建籍渔船在金门东定岛海域沉没 船上六名船员落海 两岸海巡员联合搜救 目前巡获四人 其中两人身还 另外两人罹难 还有两人下落不明 那巡获的四人都由福建当局发现并救起 事故没有激发台海局势再升温 福建快艇在京夏海域翻覆事件满一个月 两岸就渔船问题互相指责剑拔弩张之际 金门海峡今天又发生翻船事件 台湾当局通报 一艘来自福建漳州的闽龙渔61222号渔船 今天清晨六点左右 在金门东定海域附近翻覆 金门海巡队已经派四艘船 前往救援 福建也出动直升机和海舟船 前往抢救 本署立即成立应变中心 指挥金马鹏分署 金门巡防区以及海巡队 派遣四艘巡防艇前往救援 巡防艇到达现场后确认 遇险人员一共有6人 目前双方搜救单位 以及东定岛驻军共同努力下 已经救起了4人 其中两名僧缓 两名无生命迹象 金门县长陈福海也盼望 落海的漳州渔民能够平安获救 东定岛守军密切观察海上状况 暂时没有通报对岸渔民登岛或围岛等等情况 福建省海上搜救中心文告 与金门当局的描述大致相符 在事发后立刻启动应急预案 调派海事救助等专业力量 赶赴事发海域开展海空搜寻救助 同时协调周边渔船 过往商船参与救援 北京今年反复喊话 不曾放弃武力统一台湾 在新统战框架下 毗邻台海的金门成为攻台的第一道屏障 还遇上任何风吹草动都会牵动两岸神经 就在上个月一艘福建渔船闯入金门海域 遭台湾海巡艇追击后翻覆 船上四人全落海 其中两人不幸身亡 两岸代表针对身后事安排协商了15轮 都没有结果 事隔一个月后 两具遗体依然停就在金门殡葬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